在这场会后记者会转述 卓榮泰主席与会中的谈话 转述如下 主席表示 汪章良执委提出的修正案 共事不经表决通过 林俊县执委的反对意见 我们也纳入记录 中常会中执会是合议制的机关 惯例上寻求集体的共事 在有共事的情况下 做出的所有决定 才是党内具已执行最有力的方向 那主席也表示 他始终认为初选选举公告后 时程机制流程都不宜随意改变 这是基本立场 但因客观事实 我们也会做出调整 那主席也指出 今天仍然希望在讨论中 汇集各种意见及立场 能一致来决定 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让党中央的统认 能够立刻提枪上阵 缜密部署 完成备战 为台湾再拼一次 那最后主席也再强调一次 民进党真正的目标 是在明年1月11号的胜选 真正的竞争 是外在的主要政党与对手 今天在这里 我们讨论的 都是要支持 今天通过这个决议的机制 所产生的候选人 我们也清楚 初选之后 需要大量的整合工作 真正的困难的挑战 现在才开始 所以主席在这边 恳请的拜托 诚恳的拜托 全体党内统治 及所有关心这场选举 台湾前途的朋友们 不要再有任何的不满 那主席指出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 可以针对主席 或是针对秘书长 但不要攻击蔡英文 及赖清德 两位参选人 以及他们的支持者 主席不希望在党内 再听到同志们 和相关团队 说出非谁不投 等话语 我们只有齐心合力 支持今天大家通过的案子 支持透过民主程序 得出的候选人 我们才有可能团结合作 才有机会胜选 这里主席再次拜托大家